中国家庭债务达33万亿元相当40%GDP,中国近年家庭债务快速增加,2017年的中国家庭消费贷款为长海金额增加近40%达6.8万亿元人民币,2017年年底加上消费贷款中国家庭借款已相当于中国GDP的40%达33万亿元人民币。 金融时报金,8报道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为消费信贷增加,而中国政府2016年开始推动企业去杠杆及紧缩政策。 美国安莫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经济学家陈凯记表示此举使经济增长难以依靠企业为实,中共当局因此把信贷对象转向家庭而纪念数量快速增加的P2P网贷平台也使消费贷款加速增长。 一般人则在此环境下难以累积盈于大部分收入皆用于还债。 中资投行中金公司CRCC数据显示中国2017年消费贷款的未尝海金额已达6.8万亿元人民币增长近40%。 2017年底,消费贷款,促使家庭贷款增加至33万亿元人民币,约相当于中国GDP的40%赞助商。 链接赞助商链接据成海技估计,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总额中债务负担就占80%,若所有家庭同时偿还债务可能导致消费崩溃。 信用评级公司会预指出贷款负担可能压抑其他形势的自由消费开支。 中共当局判将经济转型为消费增长。 行经济的期望将因此削弱,而中国今年的零售增长率已低于2013年的12%,放缓至80%。 另外若出现大规模消费者违约状况将有损放贷机构偿债能力恐造成金融危机。 国际清算银行,BIS研究当家庭债务量高于GDP的60%,将加剧对消费的负面影响。 但中国的比率仍比欧盟的60%和美国的80%低会预对此数据表示若中共当局放任,不管将迅速缩小和欧盟、美国的差距。